大家好,我是小敏 今天做好吃的黄瓜香热 首先将虾皮切碎放入肉馅中 让肉馅轻入微微海的味道,鼻涕都美了 然后在热沫中加入一颗鸡蛋 生姜,葱,生粉,蚝油 生抽,盐,料酒 再分次加入清水,较匀 直至上茎为止 黄瓜洗净泡皮,切4-5公分的段 取出黄瓜里面的芒 将热馅香入黄瓜内 蒜拌煸炒一下 蒜的香气能增加黄瓜的纤维 然后我们将黄瓜足够的放入锅内 加入少量的水 生抽,老抽,中小火焖煮10分钟 中途需要用汤勺,舀几次汤汁 浇在黄瓜上,让其弱味上色 然后我们再尝一下 再次调个味儿 加入适量的盐,糖,鸡粉 继续焖煮5分钟 轻轻翻个面,继续煮至上色 哇,好香啊 轻轻着个装入盘中 将汤汁勾芡 然后缓缓浇入黄瓜上 色香味致传 这款黄瓜香热勾起你食欲了吗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 祝大家新春快乐